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怕你们 明白吗 叶璇看着县云宗宗主 给不给 县云宗宗主 灭无表情 不给 你能如何呢 叶璇咧嘴一笑 他正要出手 就在这时小七突然消失了 一道剑名声在场中驻然响扯 见到小七突然出手 县云宗宗主脸色一变 他朝前一个击冲 一股强大力量 突然自面前席卷而过 这是小七的剑指 县云宗宗主瞬间抱对前掌 与此同时 他一只手臂已经消失了 见到这一幕 厂中众人完全静怠了 但县云宗宗主也是一脸难以置信 你 超凡剑神 小七看向县云宗宗主 二十亿神经 一个也不能少 县云宗宗主脸色极其难看 他死死盯着小七 阁下 你太狮子大开口了 二十亿 现在整个县云宗家起来都没那么多神经啊 县云宗宗主声音刚落下 小七突然再次消失 一缕剑光在场中闪过 那县云宗宗主脸色瞬间俱变 他根本不敢接这一剑 但是 这剑速度太快 他根本就无法躲闪 不得不接 而这一剑又是一条手臂不前 小七看着县云宗宗主 三十亿神经 一个不能少 县云宗宗主 宁声说道 岂人坦慎 声音落下 他猛地转身看向右边 幻宗 幻宗 声音落下 县云宗大殿后方 一道白光充天而起 在那片白光之中 一道人影悄然凝聚 很快 一名白发老者 出现在白光之中 白发老者扫了一眼 下方四周 最后 他目光落在 不远处的叶璇和小七身上 看着小七和叶璇 白发老者 眉头微皱 他正要说话 就在这时 小七突然说 四十亿神经 一个都不能少 不远处 仙云宗宗宗主等人 气得脸色铁青 空中 白发老者 看着小七 许久之后 他轻声说 天总奇才 声音落下 他朝前踏出一步 一股强大的尾压 直接朝小七碾压过去 小七面无表情 他掌心摊开 腰间配剑 突然落在 他的掌心之中 下一刻 他朝前就是一剑斩下 一缕剑气破空而去 剑气划破长空 瞬间斩碎 白发老者 那股强大尾压 白发老者 朝前一拳 红出 这一拳 硬生生逼挺 小七的剑气 但是下一刻 小七出现在 白发老者面前 小七拔剑一斩 轰的一声 在所有人目光之中 小七不知何时 出现在白发老者的身后 所有人都看向白发老者 后者轻声说 未曾想到 世间竟然有如此 有孽之人 声音落下 他彻底消失不见 见到这一幕 下方所有 现云宗强者 脸色瞬间雪白起来 空中 小七看向现云宗宗主 四十亿 或者现云宗灭门 你选吧 现云宗宗主 脸色极其难看 四十亿 可以说 现云宗全宗加起来 都没那么多神情 就在这时 小七掌心突然弹开 下一刻 一柄箭突然飞出 白杖之外 一名现云宗 递进强者脑袋 直接飞出去了 毫无还手之力 见到这一幕 现云宗宗主 脸色顿时大变 而在这时 小七看向现云宗宗主 见到这一幕 后者脸色大变 给 我们给 小七微微点头 我给你半个时辰的时间 说完 他退到叶玄身旁 现云宗宗主 连忙转身离去 叶玄笑着说 你说 他会不会跑啊 小七淡上说 除非他想彻底放弃 现云宗 说着 他看向叶玄 好像有很多人 想要你那件宝物 叶玄点头 是有点多 小七精神说 你以后的麻烦事 可能有点多 不过没关系 为什么没关系 因为你麻烦事太多 再多一点 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时 那现云宗宗主 出现在小七和叶玄面前 现云宗宗主 犹豫了一下 然后屈指一点 十枚那戒 落在小七和叶玄面前 这是我现云宗 所有的家庭了 叶玄扫了一眼 那戒内 有二十七亿神经 其中 道经宝物九件 各种丹药 酒瓶 其余还有一些 天才地宝 二十七亿 九件道经宝物 叶玄想了想 然后拿出五枚 那戒给小七 小七却是摇头 我不喜欢这些身外之物 你留着吧 身外之物 叶玄无语 见小七坚持 他也没有再多说什么了 当下收起那些那戒 不得不说 有一个土豪朋友 真的是很好玩 叶玄收起那戒之后 与小七转身离去 两人也没有真的要 现云宗拿出四十亿神经 因为现云宗肯定是 没那么多的 看着两人离去 现云宗宗主 脸色顿时猙獰起来 吼你一个叶玄 说着 他转头看向一名老者 同志玄黄大世界的人 就说 就在这时 一名男子突然间 出现在现云宗宗主身后 下一刻 一柄剑直接目出 现云宗宗主的后颈 鲜血剑射 这名男子 正是叶玄 叶玄咧嘴一笑 我就知道 你肯定不会甘心的 声音落下 他持剑也横 现云宗宗主脑袋 瞬间飞出去了 叶玄收起剑 转身 消失在不远处 原地一众现云宗宗主 是呆若木鸡 远处星空之中 地形见上 小七轻声说 你知道他会不甘心 他怎么会甘心呢 我们可是取走了 他们现云宗所有保护 小七看向叶玄 我们残忍吗 叶玄摇头 若是我们实力弱 我们下场会更惨 小七点头 他抬头看向远处 轻声说 在那些玄黄大世界的人眼中 我们也是弱者 叶玄笑了笑 正要说话呢 就在这时 远处星空突然间被撕裂开来 接着一道人影 刺其中掠住 是一名黑衣女子 黑衣女子出来之后 她目光直接落在 叶玄和小七身上 而这时 她身后又出现一名老者 老者冷冷看着黑衣女子 岂须跑啊 黑衣女子走到 叶玄和小七面前 她目光落在小七身上 救我 小七面无表情 理由 黑衣女子 犹豫了一下 然后右手摊开 她右手之中 握着一枚漆黑色的龙印 小七摇头说 这是我汉国玉玺 黑衣女子愣住 她犹豫了一下 然后说 那有我汉国宝藏 小七摇头 而这时 不远处的老者 突然冷笑说 她敢插手 我玄黄大师借的事吗 玄黄大师借 叶玄和小七 皆是愣住 这是叶玄突然接过 黑衣女子手中的遇险 姑娘 你放心 光天化日之下 我是绝不会允许有人 在我面前杀人的 说到这里 她看向那老者 善恶终有报 天道好轮回 不信抬头看 苍天找过谁 老头儿 我劝你善良 老者冷冷看着叶玄 正要说话 就在这时 叶玄突然叫声 一道见名声响彻 老者眼瞳骤然一缩 朝前一拳红出 一股强大的拳 是硬生生逼挺叶玄那一剑 但是下一刻 叶玄直接朝她面门 就是一拳 葬拳 顷刻之间 老者直接抱退 千丈之缘 而她刚一停下 叶玄便再次出现在 她的面前 接着又是一间斩下 老者一声怒吼 双手猛地朝前一跌 四周空间骤然一颤 叶玄回到院位 而老者则是抱退 千丈之缘 不仅如此 在她嘴角 一抹鲜血 缓缓一出 老者死死盯着叶玄 你 就在这时 两柄飞剑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 老者双眼微眯 一拳朝前哄出 剑光崩碎 但是下一刻 叶玄却毫无征兆地出现在她的头顶 紧接着一柄剑直接斩下 见到这一剑 老者脸色大变 他朝后一闪 直接躲过这一剑 但是他刚停下来 竖刀飞剑便再次出现在她的面前 下一刻 无数剑光瞬间将其淹没了 场中 一道道剑光切割之声 不断地响起 就在这时 那片剑光之中 突然响起老者的怒吓声 接着一股强大气息 直接震倒开来 叶玄那片剑光瞬间被震碎 而叶玄突然消失 不远处 一柄剑直接插入老者的眉间 场中安静下来 老者死死盯着面前的叶玄 你好胆 竟敢插手 我悬黄大世界 这是 叶玄抬手就是一剑 老者脑袋直接飞出去了 叶玄面无表情 他收起老者的那剑 然后转身看向不远处的黑衣少女 黑衣少女沉上说 你们与玄黄大世界的人有仇 叶玄点头 黑衣少女继续说 他们现在正在我悬苍大陆掠夺 叶玄眉头微皱 悬苍大陆 黑衣少女看着叶玄 他们身上的宝物 多到你无法想象 叶玄正在说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 我真的不是一个贪财的人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禁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剑独尊》 下集更精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